再给大家谈一下有关核弹的内容 今天是5月12日 但是外媒5月7日报道 美国国防部代理副部长詹姆斯·安德森 在给美国参议员军事委员会的书面正式中称 接受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原则 非但不会减少核战风险 反而会增加使用核武器的风险 因为这表明美国在其重大利益 或盟友的重大利益受到损害时 不会使用核武器 这位国防部的高官称 美国政府一贯的目标是保卫美国任何地点 在任何时间免于被敌国核武器攻击 即通过打造反导系统 解除世界其他大国的核武装 一旦打核战就首先使用核武器 保证自身在核战争的情况下 仍然能够存核并摧毁敌国的一切 这个意思就很明白了 美国的国防官员 他的对核武器的使用态度 其实就跟美国从小布什时代一直提倡的先发之人的态度是一样的 他的理由也很充分了 大概意思说的拉拉扎扎这么大堆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说我们再遭了别人核打击 我们再来出省的话 那么对于本国的这个利益的损失 包括对自己盟友在内的利益的损失就已经形成了 而且大家知道 如果让别人先投了自己的话 从美国及其盟友的角度来讲 就是我们先受到巨大损失 如果我们再去反攻的话 那么我们的这个损失就已经成了计程事实很难挽回了 所以说啊 就是这位美国国防官员的态度就是 只要条件合适啊 不会不考虑 首先使用核武器进行打击 至于 这个 这个照报复的问题 那是交给反导系统来做的 他大概就这个意思 但是大家要知道这一点就是 现在 这个美国的这个反导技术到底强到什么程度呢 能不能完全囊截住其他国家的那种核武器的攻击呢 比如说现在已经有了那种分导式 就是一件多弹的那种分导式的核武器发射方式吧 就是我一个火箭上搭可能装了几十个核弹 然后隔断时间丢一个隔断时间丢一个 你作为反导系统而言 你能不能够处理如此复杂的一个一种丢弹的情况 对不对 反导系统如果说你这个导弹的轨迹 它是符合物理规律的 我反导系统可能拦截起来比较容易 我只要经过一定的数学计算 只要有规律可循 我是能够拦截的 但是像现在的这个导弹发射吧 它采用了这种非常不规律 而且是通过散弹的形式来进行的这个核打击的话 你的反导系统你能够反应这么快吗 比如说我一次性我发个五六十枚核弹 而且这个发射过程中啊 它是完全没有任何规律可循的 它不是什么现在的导弹 不像以前的导弹 以前导弹你发射管不了的 现在导弹是它上面还有制导系统 对不对 它还可以拐弯 还可以加速减速 那么如果说你这个反导系统的话 你可能也就只有随机应变 对不对 你要计算好别人的轨迹 而且是别人随时变化的轨迹 你还要根据它的变化 你自己还要有所变化 我个人觉得啊 这种技术难度确实太高了 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 曾经以前有一个打比方就是说 一颗防导系统 一颗防导系统要拦截另一颗核弹 就好像是 这难度就像是我用手枪在空中放了一枪 然后另外一个人马上就要把手枪掏出来 打一颗子弹 把第一个人打枪的子弹给拦截下来 这难度就这么大 大家知道子弹的速度有多快 而这个核弹的速度比子弹还快 还那么大 而且即便你反导拦截下来了 你是以什么方式拦截呢 你在空中爆破吗 你能够完美的让它阻止它爆炸吗 不管你在什么地方拦截 对 只要是它还是爆炸 那么就是对这个世界也会造成很大的危害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核弹这个事情 我觉得真的现在很难办了 虽然说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吧 有可能啊 有极大的可能 之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原因就是因为有核弹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世界大战打起来 如果呼人核弹的话太可怕了 所以大家都投鼠忌气 在国与国之间发生了一些冲突和摩擦的时候 大家相对来说都比较克制 特别是和大国之间 才没有造成更进一步的这个升华吧 如果说这个保证继续升华的话 真的出现那种不可挽回的那种 决战的态势的话 当然全世界的老百姓都倒霉了 情况大概是这样 其实我回想一下 就是其实第二次世界大战到底 若说是从一个比较小的一个范围来说吧 确实是好像是正义的力量 战胜了邪恶的力量 对不对 就是反法西斯联盟啊 还是算是算是比较有底线吧 还是相对来说是维持对整个人类吧 还是现在说是比较有道德和价值观的一个 一个队伍吧 他把那种最伤心病狂的希特勒领导的法西斯联盟打败了 如果说他是希特勒升到以后呢 这样你世界变成什么样 可能不可想象 但是呢 二次世界大战我认为 虽然是反法西斯联盟取得身体 但是对于全人类来说可能全人类都是输家 为什么 因为二次世界大战呢 打出了两样足可以毁灭人类的东西吧 其中的一件就是这个核弹 这个核弹就好像死旋在人们头顶的那个什么什么箭啊 只要太阳落下随时都可能毁灭人类 当然另外的东西什么呢 就大家自己去抢 我已经记不住了啊 核弹的存在啊 我真的觉得他可能 我觉得我这不存在什么悲观主义乐观主义的问题啊 不能说我下面我说这判断就证明我是个悲观主义者 不是 我只是从一个非常客观 非常公正的一个 一个非常理性的一个逻辑 逻辑推理的角度来讲这个问题啊 就是我认为核大战可能是真的是要发生的 因为核弹放在这 就放在这不管以后隔多少年 你说隔一百年隔一千年隔一万年也好 只要人类还在 人类的这个人性 它始终都有那种 非常邪恶和非常 不可理喻的一面对不对 那么这核弹现在已经存在在这了 那么人类不管忍多久 总有忍不住的时候 忍不住的时候 那么核战的可能就 就不是可能会爆发 就是是一定会爆发的啊 这是我从一个非常客观冷静 和用一种非常冷酷的语调 来下的这个结论啊 我不是宣传战争 我本身我是非常爱好和平 嗯我 我也不愿意看到这样 但是理智告诉我 这件事情可能很难很难避免吧 至少我现在 我还得回收一点 我首先我强调啊 我再强调 我是绝对不希望找核战争的 但是 就这就好比说 每个人都不想都不想死吧 对不对 但是大家都知道 这个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一件事情 同样的道理吧 这个核弹已经放在这了 这核战争到底能不能避免呢 我认为我对这件事情态度很悲观 但是呢 我觉得如果说有了 以后真的发生了核战争 会不会真的出现人类就因为核战彻底灭亡呢 我个人也给出我的判断 我觉得这种概率也不大 可能核战打了以后 人类 人类会损失非常惨重 在核战的存在的情况下 人类还能够继续导致进一步 往前发展 我的观点是 这还是只有等到这个科技技术的进一步的 这个 进步吧 比如说 对飞船动力技术方面 包括反重力方面的这个技术的指定 都能够让人们 更容易的进入外星球 当人们开始星际殖民的时候 那么核战争的 威胁相对来说就小很多了 哪怕你其中一个星球爆发核战争 造成了一个星球的那种不可挽回的那种损失 但是 一般情况下是不会移到其他星球的 至少整个人类的这个大盘 还能保持一个 能够 地球往前顺利的发展 我只能这样祈祷就是人类尽快 在下一次这个大战爆发之前 我们能够掌握这个星际移民技术 能够 对不对 能够把这个风险给分摊下去 分摊到各个星球上去 但是我们也保护其由于科技的发达 我们会创造比核弹 厉害上千上万倍的 这个武器 当然还有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法就是 全体人类啊 太代表出来 详谈 就是大家开诚不攻嘛 同时把所有的核弹统统销毁掉 就是只要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 而且并且承诺嘛 以后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武器 如果能够做到这点的话 当然也可以保持人类的一个更加安全吧 但是大家知道做到这点难度 我觉得更难比星际 比科技发达到能够星际旅行 殊民各个星球的这个难度 都还要高 这是我提的第二个建议 那么还有一个建议 我觉得是能够一劳勇余的解决这个核大战的问题的 什么建议呢 就是把核武器的处理交给人工智能 人类都不管 而人工智能他 比如说以后就是 不光是核武器 就是把社会的 整个人类社会的一些重大决策的处理交给人工智能 如果人工智能发展到一个程度 他能够全面为人类着想的话 他知道如何处理核武器 这至少就不会造成国家与国家之间 因为核战而造成的巨大损失了 这也是一个处理的方法 但是不管是星际移民的这个方法 还是人工智能 来帮助人类来处理这个问题的这个方法 他们都需要 科技的超级的这个加持 就科技必须要发展到一个 可能我们现在都没有办法想象的程度 呃我 我真的 我虽然我爱好和平 但是我真的对人性本身比较失望 我不认为人类有能力就是自己自觉 能够解决这个核武器 啊 好就这样再见 好 谢谢 好